最新消息以來看到 美國加州發生了重大死亡車禍 一輛大拖車和休旅車互撞 目前也只有十三個人死亡 警方表示休旅車嚴重抽載 車上的安全設施 像是安全帶或者是安全氣囊等等 都不足以保護所有的人 這輛裝滿碎石的半掛式卡車車頭 與休旅車嚴重撞擊 休旅車的車體彎曲變形 可以想見車禍瞬間的碰撞 警方表示事發當時有些乘客 被拋出車外當場死亡 有些在車內不幸喪命 這輛收旅車是福特汽車生產 根據規定最多只能在八名乘客 這起車禍發生在加州帝國郡的豪特維爾 離美墨邊境約十六公里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導 醫院方面建議不要將受傷病患 稱為沒有身份文件的人 並指墨西哥領事館也有人出席院方的記者會 警方是在二號早上六點十五左右接到車禍報案 目前還在釐清休旅車是否行進停車標誌時有停下 不過休旅車不明原因比半掛式卡車更早進入交叉路口 引發車禍 公視新聞黃玉玲編影